你覺得他在理智跟感性的部分 我就跟家人講 我姑姑 小姑在台北 她打這樣子電話的時候 我就轉達說 我說不很好沒關係 萬一要先判的話 你就轉達給他們沒關係 你就把它做起見了 你覺得他 他在理智跟感性的部分 他沒有感性啊 完全就是理智 戰勝就對了 他是非常理性的一個人 然後我爸爸是非常感性的一個人